大家好,我是花匠老赏 今年春天的时候,用这个花盆种了一棵非常漂亮的绿法师 种上以后缓苗比较慢,没怎么生长过 整个夏天一直是僵苗状态 这几天一直连阴天响雨稀稀拉拉的下 发现盆里有积水现象,分析了下原因 应该是当时上盆没有使用颗粒土造成的 今天给这颗绿法师换土,看它根系是否正常 在种植法师时,一定要选择好合适的土壤 最好使用颗粒土,为了换盆时不伤到它根系 先把盆里土壤取出来 朋友们看这些土壤,就是一些普通的营养土 还添加了部分珍珠盐 虽然已经浮盆成活,但生长一直不旺盛 现在它的根,应该是扎得比较深 往外取土比较困难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盆里边现在有一些珍珠盐颗粒 但它的排水性不好 幸亏上盆的时候放了几块珍珠盐 要不是这几块珍珠盐 今年夏季就报废了 花友们看这颗法师的根系 还算比较旺盛的 这次使用的,是前几天在网上买的颗粒土 都是商家搭配好的土壤 用这种土壤种上以后 透气排水性是非常好的 先添加一点底土 底土加上后把法师放盆里就可以了 自己移栽的法师,没有必要修根 先填满土壤 土壤填满以后 用手压实一下 把它放到向阳的地方 去采光就可以了 这次使用的土壤 比较湿也不用马上浇水 等上个三五天 根系浮盆以后再去浇水 一周就能正常生长 今天就和朋友们分享这些 我是花匠老赏 关注我养花更简单 谢谢大家